来 陆琪老师 佣女士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很难跟你沟通 因为你以为自己还是个领路的人 你在带领这一家人 带领这孩子往前走 你不知道你走的路是不对的 那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你有什么害怕和恐惧的事情吗 你告诉我 你怕什么 你什么都不怕 你看 就是我内心是毫无恐惧的 正常人内心恐惧吗 比如说 哎呀 我就害怕我要离了婚 那个他不愿意跟我赴婚了怎么办 我就怕离了婚 我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 我就怕离了婚之后 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怎么办 你没有这些恐惧的 说了我就离 孩子我就带走 对 就是这样 对呀 就是这样 每次都这样 因为你内心没有恐惧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觉得你快乐吗 不快乐 你觉得你孩子快乐吗 你觉得你老公快乐吗 你全家都不快乐 对呀 请问你在带领这个全家在干什么 为什么你会搞到一个全家都不快乐 如果你觉得自己样样都对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资深的原因 不按我说的去做呀 为什么你也不快乐呢 因为他们不听话呀 那你为什么你离了婚之后 你还是不快乐呢 对不对 你看不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当你内心发现 我对这个世界毫无恐惧 我什么都不怕 然后我又搞到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快乐的时候 你要认识到这一段 你走的路是不对的 这是说你的 第二个我要说你 我不认为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认为你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一个跟你在一起的人 会变成这样的性格 你有没有责任的性格 因为可能是我官 对呀 他为什么会毫无恐惧 他为什么那么多年 还是没有任何的成长 为什么他和社会脱节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 你是不是也有责任 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落伍 所有人都有责任 所以当妈要学会当妈 如果你内心没有一点点不安全感 不觉得万一我孩子没有骄傲 怎么办 始终觉得我是对的 你这个妈是不会当的 当老公也要学会当老公 如果你当了一个老公 你家庭里面成员 所有的人都不快乐 都没有成长 那你这个老公也是失败 一个家庭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容易的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七老师 睡觉 你蛮人工夫 你蛮人 很明显 你蛮人育 wis zij 你蛮人工夫